亂拋垃圾1500加折3000元 店鋪左街1500至6000元 真是不重罰,你也不知怕 今天涉及公眾衛生的定額罰款 大大提高 不只扔垃圾,防菲鹽 九隻隨地大小異變 一樣要重罰 市民大力讚好 根本隨便扔東西是不對的 事實是很重 但你不厚一點,別人不害怕 你扔更厚一點,別人不害怕 因為周圍扔垃圾,覺得這件事真的很煩 我支持這些 執行第一天,通常大家都會提高警覺 我們去到旺角看過 這裡小食店臨立 平時不少吃完的紙盒、竹籤、膠灰 全部落地 今天看到人們乖乖手發 人們扔下垃圾桶,街道很乾淨 連遊客也給點讚 原來有些地方可能不太注意 現在可能會更加大家更注意 所以那環境會更好 更加乾淨 這是我感受 香港挺乾淨的,我覺得 文明、衛生 大家都努力做好 提高發責最高興的莫過於清潔姐姐 今天會好一點 地下沒有那麼多垃圾 紅邊的地下 紅邊的垃圾 街邊也少了很多垃圾 店舖左街 比亂拋垃圾發得更重 食環署還說不會手下流程 一如見到就高 我們又去到深水埗一帶 有不少店舖都乖乖收好一些貨物 但他們說生意本身已經難做 至於不小心踩到地雷 隨時很多人沒有公開 很大問題 為甚麼 雙方現在玩都找不到 玩不到吃 還敢搗賣 放垃圾在這裡也是做 是吧 上六部也有的 是吧 放垃圾在這裡也是做 做雞 這個發貨真的很重 是嗎 是 如果做一張六千元 賣多少東西才夠六千元 是吧 老婆肯定有的 你駕駛車也拍馬路 也要下車的 是吧 你沒理由叫他拍馬路 店舖入是老婆 沒可能的 是吧 那你不可以多放東西 人家庫頭 下不了那麼多貨物 很多人做生意 很多人都沒有做 阿叔人 本來走五個 走三個人 那些人會去玩吃筋難 很慘 不過有市民又不是這樣看 渣鹽比較好 反而是好 是 為甚麼 因為底部比較乾淨 街道比較衛生 行人比較方便 坐下兩邊擺 就不好 如果過手規矩 就不會有這樣的現場 舒服很多 你去買東西 你不用撞來撞去 那些人 我買了 我買了 我來給你 我們有這樣的 我來給你 快點 我來給你 我來給你 就審 Prime 旅行 我來給你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